我真的觉得我们政府不要再这个讲 护士工会理事长 陈凤和大开直播标骂 就是因为陈时中17号的这段回应 护理人员就不愿意塞 而产生确诊者 照顾确诊者的这样的情况 既然没有塞 那就没有所谓的确诊 不是护理人员 医护人员不去快塞 是医院叫护理人员不要去快塞 因为去快塞确诊之后 就会有居家隔离的问题 不愿被外界误解 陈运凤讲出医护真实心声 不只怒轰陈时中更大呛蔡英文 请问一下我们这些护理人员 需要国家保护我们的时候 请问国家在哪里 蔡从总 你身为一国之首 你根本就没有颜值 你一国之首可以做很多的作为 你没有做 确诊暴增 医护人力不足 更有医护形容急诊向市 人间炼狱 陈运凤痛批政府毫无作为 继续无赖 继续无耻 谁跟你撑下去啊 我们没有家庭 没有小孩吗 你那个苏贞昌院长 不是在讲吗 我们还有预算 一千多亿 该给我们的钱 不要再基线了 很难吗 得罪我们护理人员 就可以吗 医院的管理 他们对于健康的问题 还是有做健康的监测 跟周期性的一个裁减 首带疫情第一线 劳累心酸 政府有无作为协助解决问题 医护人员心照不宣 记者陈正茂 陈嘉伦 台北参谋到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 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